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佛法节目,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《夜报差别经》。 佛当时讲这部经的源起是守家长者,所以这部经全名叫做《佛为守家长者说夜报差别经》。 经文是这样说的, 如是我闻,一时佛助守卫国,子肃及孤独远。 而时佛告道题也指守家长者言,守家长者,我当谓如说善恶夜报差别法门,如当地听善思念之。 是时守家几拜佛言,为然四尊愿乐欲闻。 佛告守家,一切众生戏属于夜,依止于夜,随自夜转。 什么意思呢? 就是佛对守家长者说道,一切众生戏属于夜,也就是一切众生是属于夜,他们有什么夜就会现什么像。 这个像也可以叫夜像。 我们再看下一句,一切众生依止于夜,也就是一切众生都是依靠于夜,都是依靠这个夜而存在的。 我们再看下一句,一切众生随自夜转。 什么意思呢? 也就是一切众生,它都是随着自己造的夜而变,都是随着自己造的夜不停地在转换演变,也可以叫转换演变。 也可以理解为,一切众生都是随着它的夜风而飘荡,夜风让它飘到哪里,它就会飘到哪里。 所以,我们常说,众生在不同的阶段,往往会展现不同的夜果现象。 比如,我们这个身体也是正在转换演变过程中的现象。 一切众生的身体也都是这种转换演变过程中的现象。 但是这种现象依什么而转呢? 依什么而变呢? 它是依夜而转,依夜而变。 这就是这部经的中心。 中心点,或者说中心思想。 那么后面所说的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点来展开的。 紧接着,佛大概的介绍了种种不同的业,能令众生得到种种不同的果报。 随后,佛详细地讲解了每一种不同的业,令众生得到每一种不同的相应果报。 我们可以自己借此对照一下。 我们自己现在这一生所遇到的人,遇到的事,遇到的物,所遇到的这一切的一切,包括我们的自身情况,都是一种业报,一种果报。 我们来看看业报的具体情况。 当时佛告首家有十种业,能令众生得短命报,一者自行杀身。 也就是说,能令众生得短命报的第一种业,就是自行杀身。 换句话说,你造了自行杀身这种业,你就会短命短受的。 这就是你的业果,也可以叫做你的业报。 也是你的因果,逃不脱的,没商量的。 为什么会这样呢? 我们回忆一下,以前所学的英国的三大规律,也叫三大公式。 第一,种子和果是一模一样。 第二,种一粒会收很多粒。 第三,现在种将来收。 我们现在把自行杀身的这一条,往英国公式里套一套。 就会清晰的知道其中的英国了。 就会知道他为什么会感召短命的果报了。 我们来看英国的第一个公式。 种子和果是一模一样。 你自己杀身,让众生短命了。 也就是你种了这个,让众生短命的种子。 所以你的果报就是自己必然短命。 因为种子和果是一模一样的嘛。 英国的第二个公式,种一粒会收很多粒。 比如你杀死了一条鱼,仅仅一次。 但将来它会杀死你很多次。 无数次,奔金加利息都是要还的。 甚至在地狱里还要反复的被杀。 承受被杀的果报。 醉报,鱼也报。 跑不了你的哦。 所以,杀死鱼仅仅一次的果报, 就是自己必然被杀的命。 而且是很多次都会被杀短命。 因为种一粒会收很多粒的嘛。 英国的第三个公式,现在种将来收。 比如说,你现在杀死一只鸡,是不是现在这只鸡就会杀死你呢? 不是的,是将来因缘成熟的时候,鸡就要杀死你。 你必然遭受被杀短命的恶报。 记住,是现在种,要将来才能收。 我们讲的因果是三世因果,不是一世因果。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,这个三世的事也许是下一分钟, 也许是明天,也许是明年,也许是来生。 前面讲的是因果规律,大家还要注意一点。 因果中间还有一个圆的问题,比如说顺圆与维圆。 这个圆,它能决定因是否能结果。 比如说,前面所说的某人现在杀了一只鸡, 是否将来这只鸡就一定要杀死这个人呢? 答案是不一定。 因为涉及到中间的这个圆的问题。 如果将来这只鸡它具备了条件,也就是有顺圆了。 比如说,它有刀,有木棍,有毒药等等。 这些能杀这个人的缘起,杀业就能成功。 但是,如果将来这只鸡它没有具备条件,只有杀的为缘。 比如说,它没有刀,没有木棍,没有毒药等。 这些能杀这个人的缘起,纵然它想杀这个人也杀不成的。 为什么呢?因为没有缘,没有顺缘。 可见,光有因也不一定就结果。 中间的缘是顺缘还是为缘,是很重要的,很关键的。 所以,佛说,因缘欲会时,果报寒字寿。 佛真来,真于者,实于者,如于者,不亦于者,不狂于者。 最后我们小结一下。 今天我们主要是学习了,一切众生细俗于业,依止于业,随自业转。 一切众生无非都是业感如是,寻业发现而已。 其次,我们学习了能令众生得短命报的第一种业,自行杀身, 证明了英国的三大定律真实不虚。 第三,缘的重要性。 光有因,没有缘,没有相应的顺缘,还是结不了果。 也就是,只有因,没有顺缘,不会有果。 有因,再加上相应的顺缘,就一定有果。 好了,今天我们就共同学习到这里。 欢迎大家关注、订阅、按赞和分享。 谢谢大家,我们下次再会。 谢谢大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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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。